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和境内最大的武装团体 没落伊斯兰解放阵线 签订一项和平协定 同意要让明达纳尔岛上的穆斯林 建立一个没落国 就是新的旅程碑 菲律宾南部会因此而和平稳定发展吗 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 而土耳其总理艾尔段为了选举 而封锁Twitter和YouTube 引起国内外的批评 这会影响他的总统制度吗 待会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 而美国西北部的土石流灾情 已经造成严重的伤亡 要如何解决土石流问题 成为当地政府刻不容缓的议题 最后我们还要为你介绍一种 功能特殊的救灾机器人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谈谈菲律宾的分离主义问题 分离主义运动是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最大的挑战之一 也是一种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 在国际政治上最有历史的分离主义运动 不外乎是西班牙的巴斯克组 和北爱兰共和军的分离主义运动 而最近常常在国际媒体曝光的 车城分离主义和克里米亚 分离主义运动也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各位也许还不知道 在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上 也有很严重的分离主义运动 当地有一个强烈主张脱离菲律宾的组织 叫做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从他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伊斯兰团体 组织成员大约有上万人 都是殉民派穆斯林 因为极端的伊斯兰思想 因此和菲律宾的天主教社会格格不入 所以长期以来就以武力抗争的方式 要脱离菲律宾 自从1970年到现在 已经造成12万人死亡 然而这种悲剧可能要画上据点了 因为菲律宾政府在今年的3月27号 和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签订一项和平协定 同意要让明达纳尔岛 在2016年建立一个国中国 取名为莫洛国 而什么叫做国中国呢 其实这是一种介于自治区 和独立国家之间的特别行政区 虽然名称当中有一个国制 但是它并非真正的独立国家 而只是一种自主权力 高于一般自治区的高度自治区 更详细的说 国中国拥有决定当地经济 和文化发展的权利 并且对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税收 可以享受较高比例的实用权 但是外交军事和货币政策 这仍然和它的母国统一 由母国来决定 我们相当期待 这项和平协定 能够为明达纳尔岛 带来真正的和平 谈判桌上三名代表 负责签署和平协议 这历史性的画面 替菲律宾各岛屿的安全 带来新希望 菲律宾内部确定将成立一个国中国的政治实体 实现明达纳尔南方的政治需求 也期望结束长达半世纪的内战冲突 这份从2012年开始谈判的合约 由菲律宾政府与穆斯林团体 没落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主导 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从行协助 谈判目标为2016年后 新政治体完成没落国基本法 除了外交国防之外 其他皆能够享有一般国家的权利 这个和平协议最大的问题在于正常化附件 与水域相关权利 现在也有了结论 协议完成后 等待居民公投就能正式生效 代表谈判的没落伊斯兰解放阵线 是所有南部军阀的最大势力 但明达纳俄伊斯兰地区 依旧有许多小型军阀 全地称王 谈判期间 有些与凯达恐怖组织挂钩 有的与马来西亚极端伊斯兰分子合作 活动内容脱离政治 变相成帮派 以绑架掳人 赚取经费 目前菲律宾的伊斯兰政治 或武装组织主要有四个派别 1974年没落民族解放阵线 以反对殖民统治 期望成立伊斯兰法治国家而成立 在1990年代与菲律宾政府和谈 成立了明达纳俄自治区 但是因为菲律宾北部殖民南部政策 造成公投不过 南部只有五个省加入自治 造成许多穆斯林强烈不满 改革派与武装组织 没落伊斯兰解放阵线 遂而成立 除此之外 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 也在1991年随着国际伊斯兰激进派 活跃而成立 过去菲律宾政策造成穆斯林受迫害 但起因并非能担就于非国政府 表面上看似精神层面的宗教冲突 其实是一连串的失误政策 16世纪西班牙殖民 北部菲律宾大多是原始泛林信仰 政治组织松散 但南部穆斯林早已成立伊斯兰的苏丹国家 所以北部很快就同化成天主教 南部却与西班牙顽强抵抗 造成300年的没落战争 其间殖民政权将经济重心放在北方 并鼓励南迁 南迁的北部居民可以得到24亩地 但当地的莫斯林最多只能拥有8亩地 敏达纳俄人口复杂化 使得冲突发生 如果要自治或独立 当初南迁的居民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当局者贪图一时方便 造成长远无法化解的仇恨 放眼未来而不沉溺过去 这个国中国的没落领土还没有做出民定 但确定的是他将取代明达纳俄自治区 45年来新生了12万人 明达纳俄资源丰富却最贫困 这些痛苦民众现在苦尽甘来 分离后要告别悲情 拥抱世界的投资者 接着我们来谈谈土耳其封锁社群网站 所引起的风波 土耳其在地理上横跨欧亚两周 又控制了黑海出地中海的出入口 是一个具有高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 而在政治上 土耳其自从1923年建国以来 就采取政教分离的世俗政策路线 奉行欧化政策实施民主制度 是伊斯兰国家中很少见的特例 但是长期压迫库德组 使得土耳其的人群居度不良 民主指数下降 成为一个半生不熟的民主国家 这种不成熟的民主表现 现在又再度表现在 限制新闻自由上 国际知名社群网站 Twitter和YouTube 先后遭到土耳其政府封锁 引起全球瞩目 土耳其总理艾尔段 已经执政超过十年 下一个目标 就是要赢得今年八月的总统大选 登上总统宝座 来缔造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因此即将在三月三十号举行的地方选举 被艾尔段总理视为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也是输赢的风向标 所以他有很强烈的欲望 要赢得这次地方选举 以便营造一种旗开得胜的气势 让他的总统之路更加平顺 就在这种政治野心 和势在必得的心理作用下 艾尔段总理动用了行政权 干涉新闻自由 所有不利他个人或是伤害到 他所属政党的媒体报导 都被艾尔段总理以不实报导 或是确听国家机密 为理由遭到封锁 目前已经有两个社群网站 被土耳其政府下令关闭 一个是Twitter 另外一个是YouTube 因为Twitter曾经揭露 土耳其高层官员涉嫌贪污的通话记录 而YouTube则发布了 土耳其计划对叙利亚 采取军事情动的消息 这种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 是开民主的倒车 土耳其民众和国际舆论 都给予强烈的批评 社群网站推特 在官方网页上张贴公告 头一条就是宣告 挑战土耳其政府封锁推特 要上告法院要求解禁 最近几个星期 推特上出现疑似土耳其总理和他的亲信 家人涉及贪腐的录音档和一些文件证据 引发全国示威 为了避免推特散播不利执政党传闻 进而影响30号的地方选举 土耳其政府下令封锁推特 没想到越近越红 土耳其的推特用户和发文创下新高 连总统举内也冲破封锁发文带头抗议 说这种限制让人无法忍受 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 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 土耳其律师协会 巨状要求法院推翻政府的封网禁令 声称这一举动违宪 也违反了土耳其和欧洲的人权法 没想到法院才刚下令解除对推特的封锁 隔天土耳其政府又要封锁YouTube 主因是土耳其官员讨论可能对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录音 被放到YouTube网站上 土耳其外交部长甚至已向土耳其宣战 这样严厉的字眼来定位网路幕后黑手的行为 封锁门论可以再次的 封锁的领域 封锁的国际社会 中国人的功能 Willie盗人发展 正很清楚 封锁的对付出令人消息 封锁的攻击 美国际社会 封锁讯利亚军事件 川普交易主动的作法 却影发了更大的反弹 反弹 多一点 需要缺一化的 对付封锁啊 是 阿里斯拉的Facebook 我们会拒绝我们的自由 我们会拒绝 我们的安描 埃尔段政府表示 只要YouTube同意把事关国家安全的影片删除 就能解除禁令 不过专家分析 土耳其政府的做法只会招来反效果 政府在社交媒体禁止 当时有缺陷和缺陷 这已经有很多国家的领域 也已经有很多国家的领域 所以我认为 讯息会可以免得到自由 然后语言会出现 即使是通过YouTube 或其他方式的意思 这都会发生 自从阿拉伯之春民主革命浪潮 土耳其一度被视为中东国家的民主模范生 今年是土耳其的大选年 8月总统大选是首度全民直选总统 而非透过国会推举产生 3月30号地方选举是前哨战 阿尔段声称如果输了地方选举 就会主动下台 攸关政治生死战 也难怪对于网络影响力动作这么大 但是否因此招致反扑力量 选举结果将见分晓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美国西北部所发生的土石流灾害 美国最近是天灾不断 极地涡旋所造成的寒害还没有结束 现在却又传出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 发生严重的土石流灾害 已经造成25人死亡 90多人失踪 由于当地土石松软 无法动用大型机具来抢救 使得抢救工作更加困难 当地山区土石松软 缺乏粘合性 下沉的土壤又大多是淤泥和沙粒 使得地基相当不稳固 只要下雨就会造成土石流 而今年所发生的土石流面积 比往年更大更令人担心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 这个地区平均每10年 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土石流 当地政府在1960年代 曾经建造巨型的挡土墙 要来防止土石流 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专家认为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禁止三脚下 新建房屋 这样才能够避免灾 悲剧再度发生 惊慌失措的欧索镇居民 在灾难发生的第一瞬间 纷纷打电话到911求救 当时的电话录音 记录了欧索镇居民 面对未知灾难的恐惧 这卷录音直到美国 华盛顿州土石流灾情 进入第六天的搜救任务时 一一曝光 土石流冲下来的那一刻 很多民众在第一时间 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一样的地震灾 有百分之百树 目前山坡上除了一排树木 还处立在山头 整个边坡已经全部滑走 露出令人触目心惊的光秃秃黄土 从美国太空总署NASA发布的 两张土石流前后的卫星影像 可以清楚看到 地表多了一块没有被绿树覆盖的 秃黄土地 降雨引发土石流 吸满了雨水水气而达到饱和的山坡 顺势滑落到附近的河流 路面和地势较低的住宅区 流下来的土石高达4.5公尺 当天搜救团队找到一名受困的四岁男童 发现时几乎灭顶 不过他算是少数在黄金救援72小时内 被直升机搜救团队救出的幸运儿 超过200人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 有些地方深度甚至高达12公尺的烂泥堆里 怀抱着一线希望 寻找可能生还的居民 但是有关当局已经警告 死亡人数会再继续攀升 这次发生土石流的地区 华盛顿州当局 以前认为它是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是过去这里曾经发生山崩记录 可以追溯到60年前 史诺和民许郡2006年也曾经发生土石崩塌 造成斯蒂拉瓜密石河北部支流被阻断 但是这次土石流的范围已经往外扩大 大型怪手挖起土石流现场被冲刷下来的树木 搜救团队利用救难犬 小型相机和精密的声音鉴定仪器 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爬树 寻找可能生还的迹象 美国总统欧巴马已经紧急要求政府投入土石流灾区救援重建工作 土石流的警钟总是太早响起而太晚被重视 最后我们来谈谈救灾机器人 正在法国举办的机器人展 展示了一种能够在重灾区中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这种救灾机器人的外形和人很像 他们能够深入灾区去搜寻地形资料 运送简单物品等等 可以说是救灾人员的好帮手 这款机器人动作灵活 甚至还能打太极拳 和远方亲友视讯通话 不必端坐在荧幕前 透过新科技 除了接收另一端的声音和影像 机器还能随着对方一起移动 各式各样的机器人让人看得莫不暇忌 机器人是21世纪的重大科技变革 市场对机器人的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成长 第四届创新机器人展 在法国里昂展开 一年一度的展览会是各家机械公司的竞技厂 厂商各个卯足了劲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由西班牙厂商推出的机器人Rin C 备受瞩目 嗨 我是Rin C 欢迎来到Inalobo 机器人不再声调扁平 动作僵硬 身高165公分 体重80公斤 Rin C和一般成年人的体型相近 握住东西 坐下爬楼梯 样样难不倒塌 双手还可以扛起10公斤的重部 他走起路来时速1.5公里 速度虽然不快 步伐却很稳健 除此之外 他的身上还暗藏玄机 他做得最好是步行 步行 步行 他也有自动游戏 他有游戏楼梯 讓他看到他的環境 然後建立一個卡牌 然後他可以在這個環境上 然後當我們給他一個條件 去一個地方 避免人們的障礙 除了動作靈活 又能自動避開路障 RUNC還能辨識物體和人臉 被擊望在未來 可以深入一些人類無法進入的災難地區 協助救災 可能會使用在危險的情況下 例如救援環境 會使用在危險的情況下 所以要把這些機械 可以把這些機械操作 擁有這些機械操作 但會更容易補充 如果有問題 在科技之次 機器人不只是人類的好幫手 甚至還能夠代替人類 深入危險 成為救災團隊的因緣 全球視野每天給您不同觀點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脈動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週見 字幕志愿者 giving